- 全伺服器還第一喔? - 懶貓你全伺服器的排名第一戰鬥力耶 - 全伺服器還第一喔? - 全伺服器 - 幹你真的是鬼 - 安安兄弟 - 衝了沒? - 抽法喔 - 等你阿 - 等你阿 - 你要抽了嗎? - 我們絕對挺你阿 - 換你了嗎? - 好 - 那你是全買嗎? - 怎麼可能不全買 - 還是建議你冷靜一下啦 - 我覺得你先買禮包就好 - 因為禮包是不是很高阿 - 因為禮包上去就很貴了 - 我想先買那個269人的抽看看 - 喔那個9人的 - 欸可是沒有沒有沒有 - 你有打到嗎? - 你E3的都買了嗎? - 你先買E3吧 - 你先買E3搞保底藍 - 就可以練功了阿 - 你真的想要拚再買那個抽卡禮包啦 - 你先從E320那個保底藍買 - 雖然那個不能抽 - 就是他有10抽雖然沒那麼過癮 - 但他比較讓你花最少錢得到最大的效益阿 - 你買了那幾個 - 這遊戲他最便宜的抽是那個欸 - 他最便宜的抽是 - 你抽一抽他突然跳出來的抽 - 欸那個白癡然後... - 你抽一抽 - 他會跟你說 - 你要不要再花多少賺 - 再買一個幾抽 - 那個最便宜 - 那個CP值滿高的 - 那個我都買了 - 你先買那個啦 - 有一個定居禮包 - 那個會給你渾身安定 - 加期裝備 - 那個可以先買 - 那個很重要 - 那個很重要 - 對 - 你想先花嘛 - 先定居 - 然後... - 視頻禮包買一個 - 然後造型禮包買一個 - 這樣大概334 - 你就有很明顯的提升了 -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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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那就這樣好了 - 我跟你講兩個分類 - 我這邊開幾個價錢給你 - 你聽我講 - 你先打開 - 我跟你解釋 - 好 - 首先第一種 - 你玩遊戲 - 自拍二千克一單對不對 - 一單大概三千塊嘛 - 三千塊的話 - 建議你買一個定居 - 一個飾品 - 一個造型就好 - 先邊買做起 - 因為做起它有送你 - 綠的其實也不差 - 然後你這樣造型就會有很強的 - 不錯的戰力 - 然後你有一次十年的機會 - 然後視頻禮包它會給你 - 各期的這個文章選擇箱 - 跟號角選擇箱 - 你就慢慢點上去 - 你能點到加起就加起 - 加二就用加二 - 加三就用加三 - 這個也可以提高你不少的戰力 - 然後定居組合禮包 - 就是直接給你一個加起的綠裝 - 其實很強 - 你這樣就夠了 - 如果你覺得不夠過癮 - 沒關係 - 你再把隔壁的陸地做起 - 一三二年買一買 - 你做起也會是藍色的 - 對 - 如果真的你後來覺得受不了 - 因為我剛剛跟你講的東西都是 - 它算是比較固定的 - 就是穩定的提高你的戰力 -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夠過癮 - 你就買那個2690那個吧 - 等一下你頻道兩小時後會不會出現一個 - 新手推薦最該買的禮包 - CP值 - 可是我講的真的是CP值最高 - 我沒有騙你白痴 - 我講的真的是CP值最高的 - 你行去接近的買 - 看你有沒有要接近買 - 不是不是不是 - 你一定是先買那兩個1320 - 這兩個買完 - 其他的提升都沒這個高 - 買完以後實隨之位 - 我推薦是 - 要抽的感覺是那個造型禮包 - 做起禮包買完之後買新手藥匙 - 這樣你可以抽很多抽 - 可是定居禮包贏地要 - 因為前面加些暗定只差太多 - 定居禮包贏地要 - 要一包啦 - 要一包啦 - 然後視頻我是跟你解釋是因為 - 視頻就讓你只買一包好了 - 但這個遊戲的視頻很強 - 你看視頻我一個 - 命中加4 - 命中加4 - 這我命中差超多 - 所以我覺得視頻就買7009來拚一次 - 我這樣子教你啦 - 這個 -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- 佛倫克的造型禮包 - 跟埃及爾的陸地做起禮包 - 你有沒有看到他有一個 - 祝福稀有造型召喚券 - 那個祝福稀有造型召喚券 - 他能夠拿出最強的藍色造型 - 最強的藍色造型 - 我已經講藍色造型 - 藍色造型 - 藍色造型大概只有1.3%會抽到 - 就他那個至少價值100抽 - 而且他是藍色裡面最好的 - 他是1320塊 - 然後價值100抽 - 然後他還在多送你11抽 - 也就是他是價值111抽 - 111抽呢 - 我掐指一算大概是 - 兩萬三千鑽 - 兩萬三千鑽 - 如果你要用鑽石買的話 - 大概是8000塊 - 8000塊台幣 - 所以他是1320買8000塊 - 陸地做棋也是一樣 - 而且這還沒有包含 - 他是最強的藍色造型 - 比較強的就是特別難抽 - 大概0.0.4% - 這樣我不買 - 我好像是盤子耶 - 那個真的很強 - 就是那兩個1320買完以後 - 你如果是想要提升戰力 - 就是買新手藥神 - 跟定居禮包 - 這個是提升戰力 - 還有那個制霸的飾品禮包 - 這三個是提升戰力 - 如果你是要抽 - 你就是2690的每月禮包 - 跟每週的790的禮包 - 這個是抽的 - 如果你是想要抽 - 就是比較盤一點 - 2690跟790 - 如果你是想要變強 - 就是1320幹完以後 - 去定居 - 飾品 - 新手藥神 - 這幾個用一用 - 好 - 我懂了 - 看你是想要變強還是想要爽 - 想要爽就是抽卡 - 因為那個造型禮包 - 它是直接1320選一個最強的給你 - 所以它其實沒有抽卡的樂趣 - 它只有抽11抽 - 可是它的價值是最棒的 - 因為它會拿到那個藍色造型 - 你那個買了 - 比股票還賺了 - 買了直接翻五倍 - 它那個是真的很強 - 因為我們後面抽了600抽 - 都沒抽到那個藍色造型 - 那我就先買這 - 你們剛剛說的那三個吧 - 製品 - 再加那個定居 - 再加那個 - 藍色造型 - 藍色造型跟座騎都要 - 好白痴想得怎麼樣 - 如果你要提升戰力 - 最簡單就是先買一個定居包 - 定居包會讓你直接整個遊戲 - 不同體驗 - 一個就好 - 一個就把它當作你買 - 愛爾登法皇買一款遊戲 - 然後後面就把它購一購 - 然後造型禮包跟陸地坐騎禮包 - 也是 - 就是 - 照順序應該是定居最強 - 再來是造型跟陸地坐騎 - 然後再來才是 - 制霸飾品 - 然後新手藥生是可以抽很爽 - 如果你很賽就很爽 - 沒錯 - 就這五個禮包是有順序的 - 反而你2690那個會是你最後買的 - 2690那一再抽 - 如果你要一條龍頭就沒關係 - 大家都是好朋友欸 - 我打不到怪 - 臭你吧 - 為命中 - 開始感覺到命中不夠了對不對 - 快發瘋了 - 對對對 - 你命中降多少 - 你點開角色這裡你命中多少 - 看一下 - 我現在75 - 加10 - 83 - 83 - 你是不是加遠距離命中了嗎 - 你加起來83嗎 - 欸要加是不是 - 看一下喔 - 因為下面還有個近距離命中 - 你應該算兩個加起來 - 魔法命中嗎 - 欸對 - 還是遠距離命中 - 魔法命中 - 應該是 - 欸我不確定法師是算哪一個欸 - 我的遠距離命中是五個 - 它沒有顯示 - 那我覺得應該是遠距離命中 - 魔法命中感覺 - 它亮的是魔法命中 - 喔喔喔那是魔法命中 - 對那你是魔法命中 - 對它上面有說 - 所以你這樣等於88嗎 - 蛤 - 83加5 - 所以它說我遠距離傷害是沒有用的欸 - 那我要 - 重新再買那個文章了 - 我以為遠距離傷害也算欸 - 蛤 - 蛤 - 你怎麼會選遠距離傷害 - 啊我以為算啊 - 奇怪 - 它這有魔法傷害對吧 - 原來它是有差的 - 但我看這個才知道 - 第一次知道 - 對啊 - 那你那個感覺白洗了 - 虧 - 好啦 - 那第一個要來買這個就是我了 - 可憐啦 - 可憐啦 - 妹妹講 - 今天吃了什麼 - 吃了可愛 - 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- 接下來我吃了 - 明天再努力 - 蛤 - 那BOSSは何 - BOSS現代 - 欸? - BOSS天才 - NICE NICE - 天才 - 哇 - 天哪 - 天真是 - 天哪 - 天哪 - 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